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外不能只剩放写给你 过年啊 我们往往会在门上贴符字 但是呢 通常都会把符字倒着来贴 意思是说 符到了 这种现象 相信大家都知道 原来倒贴符还有一段来历 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当年想用符做案记 准备杀人 善良的大脚马皇后知道后 命令全城所有的人家 门上必须贴上符字 但是 有一家人不识字啊 把符字贴到了 皇帝认为这家人抗制 准备缉拿 马皇后忙辩解道 那家人知道皇上会派人查看 故意贴到符字 这不就是说 符到了吗 这户人家 何罪之有啊 朱元璋听后大笑 放弃了抓人的念头 这样 倒贴符便流行了起来 几年前的一则新闻 一小伙儿正月里在理发店理发 被他舅舅看到了 两人还引发了激烈的矛盾 这件事情最初的导火线 就是民间流传的一句 正月理发死舅舅的俗语 这句话 我们当然知道是胡扯了 正月里理不理发和舅舅的生死 能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这句话的来历 这要从清君入关说起 当时 清政府为了展现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权威 喊出了 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的口号 强制人们变成清朝电视剧中的那些大辫子造型 中国自古就有身体发夫受之父母的说法 人们当然不会妥协 从而引发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徒等血案 但是 小胳膊始终是拧不过大腿的 他们只好选择留头不留发 但是依然约定正月不剃头 表达对明王朝的思念 实为 撕救 为了掩人耳目 讹传为 死救 这样 清政府就以为正月理发 舅舅就会死 在2014年春晚上 成龙大哥的拜年引发热议 原因是他抱拳的时候用右手抱左手 这是哀拳 在抱丧的时候才这样使用 正确的拜年方法应该是左手抱右手 不过啊 这仅限于男的 女的抱拳方法与男的截然相反 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去世畅谈知识多多 时间太短 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